现在我们来看怎么样我能够快速的找到中文食谱 那这个是我们的手机Codeguide Do 那我在搜寻的时候呢 如果你这个机器是从美国买的 那你就会发现它呢 我现在找呢有两个找法 一个呢我在这里找这个recipe 它就会这个mark 或者是我可以找collection 可以看到再看一次 这个是找所有的食谱书 但是呢这个是找所有的食谱 它是不一样的 食谱书会比较快 所以呢我们找食谱书 但是你只要是在美国买的 它都会设定你只能够找到美国的食谱书 我们把美国拿掉 我们可以找中国的食谱跟台湾的食谱书 那么这两个是中文的 台湾这两个是中文的 我们就会发现有200本食谱书 200本食谱书 好我们就会找到所有的食谱啦 然后呢每一个食谱进去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它每一本食谱书进去之后 它有很多的食谱在里面 哦这样米饭的做法就有这么多种 我可以把整本呢就存起来 存起来 整本书存起来 这个时候呢我到下面这里有好几个 那这个就是我的recipe 是我存的资料 我把它存的资料里面呢 我就会发现这上面呢 有我自己create 我自己就是说集合的书 我自己把它编制的书 这是我的我自己编制 我把自己存食谱 或者是我刚刚存了一本 我刚刚存的这个里面的食谱呢 是有中文的米食 我们刚刚存了一本中文的 哇我存了太多本书了 好这边呢就我刚刚存的那一本是 哇好多中文书哦 你看你就可以把这些中文书呢 都在里头找到 这就是可以找到你存的书 和我看看你存在无法 银行最好 不 гор不暂 那一本就是牦 被吓击 原论 那ヤ 走 我 别